21号上午节安厢的工商普查所正式成立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接牌仪式 协同人下面代表村长还有普查工作同仁 呼吁相亲能够支持并且配合 也期盼透过普查工作来掌握数据 使未来区域经济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 节安厢工业及服务业普查所 21日上午正式成立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接牌仪式 节安厢预计普查企业 场所单位达5501家 较5年前多出900多家 将动员25名普查员分区走访 普查实施期间为6月1日至7月31日 网络填报则提早于5月18日开放至6月30日 工所团队将全力推展普查工作 工商及服务业普查从6月1号起跑一直到7月31日 网络的登报也从5月18日到6月底址 我们请必须接受的5000多户的普查户 记得三部二会 不会把我们的资料提供给外人 第二个不会请你提供存款部的账户 第三也不会把内容告诉别人 二会我们会先请发送通知单 也会出示我们的这个普查人员的告示牌 所以在这里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我们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好朋友 来配合完成我们的普查工作 让我们未来更精进在各个工商服务的 这个区块的一个脉络 请大家一起来配合 吉安箱加油 工业及服务业普查每5年举办一次 普查员们将以三部二会为准则 让民众放心接受访查 吉安箱公所于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融获移花东为一优等殊荣 游淑珍表示 无论是公民营 公司非公司组织 已登记或未登记 都涵盖在本次普查范围 欲请商内工业及服务业业者的支持与配合 记得掌帮眼前商报导